这个物件 当时这个收藏家 有到珠宝杂志 这一件就单在里面 当一个广告 珠宝杂志还是 珠宝杂志把它当广告 它就去广告 为什么 第一个它的配色 拆色拆得很好 这个是黄龙翼 但是它红色的部分 它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红印当头 很吉祥 那当下因为价格也不高 这个所以就 一万块的价格就可以取得 那我觉得很值得 当然黄龙翼 在价格上也不是很高 黄龙翼是什么样的翼 黄龙翼其实是在2006年开始崛起 它在云南的一个黄龙镇 那这边发现了一些 一些带有黄色 甚至有时带稍微 深色的橘色的 对 稍微深橘色的一个玉水 它是有玉水 就是所谓的石英子的这种宝石 其实很早就有发现了 慢慢来 2006年开始 去有计划的被需求 说实在就是 有计划的被需求 就是炒作 就是炒作 对 炒作炒到 你讲完文雅 炒到大约2016年 它整个很多人接手 接手接到后面来 它接了很多高价品 整个就换灭了 所以我们看到它其实 它的光泽也很漂亮 石英子它的光泽本来就很好 对不对 但是跟玉瑙跟玉水是一样的东西 它取的名字叫黄龙玉 然后由红韵当头 是是是 玉义不错 对对 他说它买的不贵 目前来讲像这样的东西 整个市场上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人家在做过封面 上过封面 上过杂志封面 像这样的物件 一模一样的要雕刻 在大陆 您去看的话 是整个桌子都是比比皆是 都一模一样 虽然是机器雕的吗 还是 但是机器雕的没有错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 颜色的配置 其实它是很容易做到的 好 来我们来建价 请建价 五千元 所以你已经看到你比较稠了 对 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并不在 刚刚老师意思是说 这个其实是可以大量生产的 对 那因为可以大量生产 它的量就大 量就大价钱就这样 因为这个黄龙玉 我们也知道啊 当时它的一公斤价格 也不会超过一千块 是 它只是它正好 它的工艺跟这个菜色 很喜欢 我们就付钱给它 是 这样而已 对 黄龙玉在2010年的时候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哦 他自己大概就买了两公盾 两公盾啊 原石 哇 原石 他那时候 那个时候一公斤 好像才买两百块不到 买两百块不到 所以黄龙玉本身呢 它的物件都是很大的 你这个物件呢 很小 很小 所以就我来看的话 它可能就是 下脚料而已啦 那如果说 以这个的话 你把它当作 红韵当头来讲的话 我看到 它的雕刻真的是很美 但是是机器刻的 所以都很标准化的 我们再来看 我把这个佛头呢 如果是我自己要佩戴的话 我喜欢它有穿衣服啦 一个衣领啊 有这样的一个衣领 然后下面呢 在一圈的这一个红包 起来的话 有点类似像密宗的一个感觉 就用这样的样子来表现 那整个戴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戴 什么人都可以戴 因为你一定要用布料来遮住 可以当别针 对 这样特别的好看 谢谢老师的指导 很别致